合作無間的古天樂和孫圈最近拍新片 古仔還說在鬧市上演槍戰戲有難度 MIRROR的四位成員現身澳門 獲得樂壇新人獎的姜濤被隊友要求請客 ERROR為電競節目《全民來電學》打機 193被兄弟取笑表現差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plus 我是CK 朱俊傑 講到西班牙人最重視的節日 非三皇節莫屬 家家戶戶都會製麵包過節 而有個西班牙籍老公的Gigi梁詠琪 當然都會入鄉隨俗 她還找女兒一起製麵包 在她分享的片段上 看到女兒搓麵粉的時候 又板又硬 看來又有一位美女廚神要出現 古天樂和孫萱這對好拍檔 這日出席品牌活動 她們透露最近拍新電影 還要在鬧市中取景 很順利 不過有點難度 因為這次在鬧市拍攝 大型槍戰 會比較麻煩 古仔拍戲一向要求都很高 孫萱有時都會在片場向對方請教 例如有時電視劇中習慣了很多 例如反應,我們會做完每一個反應 或在對白上也會很白地說了很多 但因為電影畫面大了很多 她們會告訴她 畫面不需要做這麼大的反應 她問她為何要這麼大的反應 因為當你放大了很多倍 觀眾一看會覺得 你一個大口反應 其實可以收很多去做 這是我以前一向不會懷疑的 不是,我對電影很高要求 我這裡的每個人都會參與其中 所以希望她會做好一點 提到她們主演的經典劇集 近日重播 不過故事就說不會重看 我應該不會 我會準時關閉電視 孫萱就想起不少回憶 自爆當時因為貪玩而發生意外 知道流血不止要去醫院 對,因為說過我們煮食 我自己是貪玩 看到那些廚師切東西 因為她要剃手 她切得很厲害 我又拿著刀在這裡切 切了她的手指 刀是來到,切完你也不知道 對,因為不懂得跟她 不斷流血,流了很久 拿著也不行 結果就送了我去醫院 不記得了 太好了… 提到接下來農曆新年 故事和孫萱都會在香港倒過 那忘了新年會否有家康 有甚麼計劃 有的,你說 忘了新年會否有家康 忘了新年會否放假 不能放假陪家人 問題問得很好 忘了新年會否有家康 會有家康 今年也會留在香港 一年一年也會留在香港 和家人過 因為只有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拜一年 和親戚見面 所以也會拜一年 MIRROR當中的四位成員 全Lokman,姜濤,Anson Kong 和Ian 這天到澳門出席活動 姜濤早前獲取叱測樂壇 生力軍同獎 他特別感謝團隊的支持 這個獎項不是屬於我自己 屬於背後付出的團隊 我自己覺得是 所以獲取獎後 有否慰勞背後付出的團隊 公司那天又馬上請大家吃東西 我自己為了請 那現在怎麼辦 你們要打算… 怎麼辦… 馬上說出來 請 姜濤和Ian去年推出了個人作品 而Anson Kong也預告 將會推出新歌 我終於準備我的第一首單曲 我和Anson Lo和Jer 都會準備我的第一首單曲 很快就會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Jer那首應該是很厲害的跳唱 我去唱… 很期待… 對,很期待會唱一首… 對,我可能會彈琴自彈自唱 然後Anson Lo就可能… 非洲文章 玩一些另類的… 例如打非洲鼓的唱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有很多元化的 最近Ian為了減肥、粗肌而節食 不過就令兄弟嫌棄 我開劇時會自己煮、自己帶 然後他們在旁邊看 又是這些 但我不知道 我自己還可以的 暫時還未太厭惡 又不會覺得太難吃 對 但會否其他隊友 開始不想跟他們吃 不,我們有時… 例如我們早上在化妝房 公司叫早餐 都是叫某幾間餐廳 他們會說很肥 不如我們吃這一份,好嗎 你已經吃了幾次 你因為它太沉悶了 你看 沒有,早餐我會煮麥皮 我也沒有迫你們遷就我 例如我會跟他們吃小菜、打火鍋 但我會自己預備一碗水在旁邊 過濾一下… 過濾一下 ERROR四指 早前拍攝ViuTV電競節目 全民內電 齊齊上課 打網絡對戰遊戲 不過他們的實力 似乎有點差勁 要吸老手 過多一點應該可以代表港隊 這麼厲害 那個小小大概兩光年 我完全沒玩過 遊戲也沒按過進去 今天玩的感覺如何 沒甚麼感覺 大家都玩遊戲 不過193比較差勁 193就停在被遊戲玩的階段 為甚麼?是否你少玩遊戲 我平時有玩其他 在電視上玩的遊戲 沒有玩一些桌上遊戲 193最差勁的 就是拖累你們,是嗎 他絕對是… 絕對是老鼠屎 這是公認的 有五級證書可以認可 在遊戲中,他們要找第五位成員 而保錡和193就說 特別要選女生 因為我們兩個私底下 都談了一個策略 選擇女生的電競選手 其他小朋友是男生 因為他們經常侮辱我們 我們是低能,沒有人不選 所以選擇美女 我一直打,在找的時候 我全都是認真找的 就像是第一位小朋友 他打得不好就打得不好 直接說 我為甚麼選擇這個隊員 原因是打得最好 他會有團體的合作 有溝通 Jam鄧子奇早前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很多大小事務都要親力親為 當中包括宣傳新碟 早前他拍了一段Vlog 拍攝自己 去到台灣的CD店 買自己新出的大碟 而且還開箱拆解給大家看 果然很有想法 Edgar今天聯同一群同公司的師弟妹 陳凱詠 周欣廷 以及樂隊Dusty Bottle 上到Chill Club 擔任嘉賓獻唱新歌 Edgar和Dusty Bottle的Crossover 更加是表演的亮點 很開心今天可以玩一些Crossover 但又有兩首歌 是由他們去編排 所以挺期待 這次是第一次玩音樂 是BeautyVD 也第一次跟Edgar合作 其實Edgar也是我們 很欣賞的藝人 他作的歌曲也很好聽 所以我們這次也編排了 這首歌 做Metley Edgar正籌備接下來的紅館演唱會 已經預告農曆新年會繼續忙 到無法休息 連朋友和家人也未必有時間見 不知道Jace和Yan Ting 看到師姐這麼勤奮 又會否善用農曆新年家 新年鬥禮士當然了 必須要鬥禮士 而且多吃點也當然了 你會怕肥膩嗎 不管了 會的,但收起來 新年當然要開心 不管那麼多 休息一下 現在開始準備 明年… 不,已經是2020 下首歌 對,準備下首歌 我新年應該 重點在籌備工作 因為這次我已經錄好四首歌 所以已經準備 一連串推出 所以在MV上的籌備功夫 都需要做得很足 因為通常都是自動自動 其實工作運動會比較辛苦 陳國邦和太太羅敏莊 這天夫妻檔現身活動 齊齊擔任駕駛安全帶使 他們也益術了一次難忘的 交通事故經歷 你記得那一次嗎 有一次是有一輛貨車 可能會失控 是… 難腰地走出來的路 難腰地… 橫腰地 那你沒辦法,你正在衝過去 因為是高速公路 我已經叫我老公 抹洗… 但可能殺不及 我們沒有撞到駕駛貨櫃車 但後面就不停撞到 撞到我們那裡 對,我們也被他撞到 那次比較嚴重 看到日前播出的黑市單元劇 是由國邦飾演一個 死後對演戲全有執念的角色 少許恐怖得來也很感動 這個故事其實是不害怕的 其實很感人的 最感人的是感動到我 這個故事是劉翁和怡興他們 為我而寫的 所以這個故事是和我有切身的關係 一個很喜歡演戲的人 縱然在演戲的過程中 他死了 但他仍然繼續演下去 所以… 其實我很享受的 有懸疑 有懸疑 澳洲的山火災情持續 連日來有不少名人紅星都相當關注 當中身為澳洲人的女神Chris Hemsworth 和家人身體力行 捐出了100萬美元作支援 有不少網民都大讚 而在另一邊商 名媛Carly Janet 在關心火災的同事 又post出了一張 自己穿著動物皮草拖鞋的相片 引發了不少爭議 不過無論如何 希望澳洲火災得以早日控制 天快下雨 令到傷亡不要再出現 這集訪問,我要訪問的嘉賓就是… 我手上這三個獎座的主人翁 他們就是《全民造星II》的三甲 Phoebus,MC和Oscar 經歷過大半年的比賽 到了現在終於獲獎成為三甲 第一時間做的是甚麼 睡覺 因為整個比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不論在身體上、精神上 都需要很大的需求投入 所以當完比賽後 當然要休息完九本,然後再上路 第一時間是病了,對吧 對,我是說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是否玩這個比賽 歷史太長了,然後… 然後我計算完 我這六個月好像沒有病過 一旦完結了比賽 第二天、第三天馬上感冒了 然後感冒了 我感覺到菌很厲害 到現在才燒脆 還沒康復,我還在吃藥 據說是身體意識上的一種 終於放鬆了 然後病毒就走出來 除了喪睡之外 當然是附近人吃飯 對,比賽中途中也發生了很多事 那就學會了很多事 第一時間跟媽媽吃飯 亂移一下感情 好的 先輸了 包、剪、答 包、剪 好,我先開始了 那我要改的壞習慣就是夜分 本身個人都不是很夜分 我覺得是兩點多 兩點算嗎 很夜分,我也不清楚 但我很想嘗試到每天那種 11時就要睡覺 7時就要起床 我很想嘗試這種生活一段時間 但應該在中學後 這麼多年都沒有試過 打手遊就是… 我其實很喜歡玩遊戲 因為我之前玩這個比賽 我遷了手機遊戲,全部遷了 完結後,我又想下降 我希望我接下來的新一年 不要再玩任何手機遊戲 直接戒掉這個習慣 第三,就是不再隱形 這個壞習慣就是這個節目得來的 大家都說我在一個隱形的巴士 希望下年可以有更多作品 或者不同的平台跟大家見面 其實這行業 我覺得如果真的成為工作 身邊的朋友對你的支持 或者家人對你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大半年的比賽期間 身邊的人有說過甚麼說話 或者行動是自己最深刻的嗎 其實我在比賽途中… 家人其實不太支持我唱歌 對,反而是爸爸 是唯一一個從頭到尾都會說 你喜歡就去做,你就去衝 直至《造星》開始播出 又有一點成績 家人也開始對我另眼相看 就說不如加油吧 反而我覺得可以令原本不支持我的人 支持我 反而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 一來我感到是一個認可 二來反而那個力量更加大 證明我當初選擇的東西 我堅持的是沒錯 在比賽途中,心路歷程變化得太大 可能中間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一個點 或者個人都會失落 其實因為各方面的因素 很失落的時候,其實我很感動 就是有一群朋友都會向我 決賽之前,會給我鼓勵我 說你可以,你可以的 或者你相信自己不要懷疑自己 這些全部加上是家人 我媽媽不是很特別的 每次表演員都會打個電話給我 然後就說,弟弟 我覺得你這裡可以這樣… 你那裡可以這樣… 這個行為其實很窩心 他有留意你每一次… 他在意你 對 他每件事都會有提醒 然後有支持者 有時候我們拍攝可能很晚 甚至很早很早,很久沒有 他可能真的沒有休息過 或者沒有衝過 今天早上開始流流到凌晨 然後你第二天早上叫他 他比你早在那裡出現 整個比賽的過程 你會發現原來有很多人 關心你,有很多人支持你 不論我以前讀書的同學 我以前沒有特異 公司的同事 他們會很義無反顧地幫助你 甚至你不需要發聲 他們會主動發訊息給你 你們有甚麼需要幫忙嗎 然後唱歌 很多朋友都給了我很多意見 而這些關心、這些愛 其實一直支撐著我走完整個比賽 因為這個比賽 不是一個容易的比賽 你心靈上會有很多軟弱的時刻 但就是這些支持和愛 令我走得過 那些字真的很噁心 所以大家給點心理準備 第一個是遲到 由《造星》第一集開始 我已經有這個樂集 我希望可以改成遲到 因為我發現遲到 其實一來拖累了自己的時間 也會拖累別人的時間 第二個就是囂張的態度 經常都會給別人一個很壞的印象 令很多人都可能未認識我之前 已經不想跟我做朋友 不想了解我這個人 那麼吃宵夜 為甚麼呢 因為自從參加《造星》之後 很多時候排舞會排得很晚 或者因為練歌的事 我會弄得很晚 所以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回家前 我一定會吃一個很飽的宵夜 所以才睡覺 變相令我開始有點胖 好,其實這次訪問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送三封的大信給三位 其實是一個主題遊戲 上面寫了你們三個名字 如果你抽中自己的名字 或者對方的名字 也要說一下對方的優點和缺點 這個好像是… Phoebus 是 好,先說優點 他是一個非常勤力的人 在比賽期間 每一刻都會在意自己的表現 可能要排舞 這個位置唱得好嗎 但他的缺點是因為 他太專心於他的練習當中 可能忽略了很多和人交際的機會 我承認自己是在這方面做得差的 因為尤其是… 我想這件事發生得最頻密的 其實不是分小組 而是首兩回合 其實首兩回合 99人的時候 基本上只是在比賽那天 才會看到對方 除了排舞 我去到比賽當天的時候 我的心情就是… 不行,我要專注 我要做好每件事… 然後想… 在比賽那一天我會自己一個… 背負在裡面 背負在裡面 我覺得自己的優點是… 我一上台就不會害怕 你叫我上台的時候 我會跳火山、爆炸 我都不記得 沒有底線嗎 沒底線 我的缺點 也異話不說一定是我的唱歌 因為我唱歌是比賽開始 才會接觸的 所以在我這麼短的時間內 因為他們唱歌本身是強項的 一定會有落差 但這不是藉口 反而反過來 我要更加努力去追求他們的進度 Oscar由他一開始分組賽 到最後決賽的分別 其實真的很大 我很欣賞的是 他完全不怕上台 即使是…真的… 沒那麼好聽 他也是可以有那份信心 MC的優點和缺點 特別是因為他是B組 我是A組 其實我跟他相處的時間不多 真的只是在片場才看到 但在片場我們也會打招呼 我又不覺得他那麼難接近 因為我連後台跟他聊天 我記得他教我唱歌 他馬上說 即是大家馬上研究 怎樣唱歌更好聽 他都會說 我覺得你可以放在不同位置 例如這樣,我的經驗怎麼來 其實我又不覺得MC那種是傳言 我覺得MC那種是… 很直率 我會說… 2020年Oscar魚鬼的壞習慣 是有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打漏字和口吃 如果大家看我的社交平台 夠快 其實你會發覺 很多時候會打字少了一個字 早前有一個故事 例如是否有人要勾讚 是否人勾讚 我打少了一個有字 我想這個習慣是因為我的腦 有時轉得太快 但對手又不夠靈活 第二個就是我要改改我的脾氣 大家看見我 通常都會像大癲、大乘大乘 我會很容易很開心 但反過來我也會很容易發脾氣 特別是在工作的時候 當我認真 如果有些人不上心 就會開始悶症 第三個也是我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我需要找一個牛包 我沒理由還可以像以前那樣 亂來 所以我的支持者也有留言 究竟是否跟著一顆星 這是誰 所以我要找回自己的牛包 不能再亂派交 經歷過這麼大半年的比賽 正式入行 怎樣?是否更清楚自己的前路 Phoebus,你之前應該是 一個手球的運動員 然後是一個模特兒 半職就入行 現在是否更清晰 你接下來的路向 真的 我覺得玩完比賽後 對自己的了解深了很多 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甚麼 你說未來的發展想怎樣 我當然想多點工作機會 但我不是只想局限於 可能是組合、跳唱 我也想接觸一下主持 或者演戲方面拍劇都可以 可以 有機會唱歌、跳舞都可以 我想多方面都發展 還在想 不太清楚自己的去向 因為暫時… 因為我是一個很有表演力的人 小時候被老師說 我有過度會藥症 對,我很喜歡吸引別人注目 所以其實我目前只接觸過 唱歌這方面 其實我還想接觸其他東西 可能是拍劇、拍戲 甚至是比較喜歡的東西 其實我也很想接觸 但當然我不知道我做得好嗎 現在的生活好像… 好像Alice in Wonderland 發生在我身上 每天都是很新奇的事物 所以每天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探險 真的是探險 例如今天做這個節目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仍然有新鮮感 每天都很興奮 未來很明確的方向 我沒有 但我知道自己喜歡繼續表演 最好是有現場表演 直接把我的能量投射給觀眾 還要灑膏,會炸死你 我希望三位在接下來 你們想要的舞台 也可以繼續發光、發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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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